我老公就是我追到手的 也是个帅哥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那是在2009年的秋天 我也没想到刚踏入校园就一见钟情 他也没想到刚踏入校园 就掉进了我的爱情陷阱 我观察他一段时间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表白的机会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自习后 我一路追随他到了宿舍楼下 得机会一把给他拉到墙角 我说同学 注意你很久了 愿意跟我谈恋爱吗 我听说很多姐妹说喜欢看帅哥害羞什么 我不一样 我喜欢看帅哥害怕 我老公当时吓得头都没敢抬 我还没跟人谈过呢 你得让我想一下 我说行呀 就在这儿想 怎么 还想走 他说同学你抓疼我了 我说疼吗 疼就对了 没疼痛过的能叫爱情吗 他羞涩地跑开了 又被我追上了 对我不心动 我追到你心跳加速 后来他回到宿舍之后 听说他还给摄友在那说呢 他说 我刚才突然被人表白了 我是不是真的要谈恋爱了 摄友可激动了 谁呀 哥们 你被谁给表白了 我不知道 那他好看吗 就没敢看 可能当时 他觉得我就是一个随便的人 不 我不经意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我是个负责任的女 我俩是大学 一毕业就结婚了 结婚找个对的人太重要了 尤其是四姨 那个四姨 我真是 我的噩梦呀 我真是没想到 我是第一次结婚 她是第一次主持 我的婚礼 全程最激动的人 就是四姨 婚礼上有一幕 当我老公转身面向我的时候 那个四姨 突然一脸认真的问我 新娘 眼前这个男人 你认识吗 回头又问我老公 新郎 还记得你们第一次 相遇时的心情吗 对 我老公想了一下说 害怕 而且一般女儿出嫁的时候 父亲都会特别不舍 眼含热泪地拉起女儿的手 放在女婿的手上说 我把她交给你了 我希望你以后好好爱她 我的婚礼上 我爸拉起我的手说 我把她交给你了 我希望你以后 好好保重呀 到了妇女深情相拥那一幕 我爸都没有看我 我爸对着我老公说 要不我抱抱你吧 咋还哭了 这还走着呢 咋啊 咋还 咋还 咋 Commonwealth